好 minc and fur 所以我们的球皮大意叫mincote 而貂皮大意就会叫做mincote OK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词 这个词我们有eager eager这个词表示热切的热情的 对不对 我们常常有一个短语叫be eager to do be eager to do 不翻为热情的做模式 翻为急于做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知道 它上次这个概念叫什么 急切的去做模式 急于做模式 它并不叫热情的 它主要就是热切的 强调它那种心情的什么 迫不及待 那种迫切 用eager be eager to do eager 好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这几个 就今天的这几个词都不是很难 但是我们隔一会来 一起来看一下课文 Now let's look at lesson 57 一起来看第57课 第57课当中我们有这个 Just now we say and we have the title is Can I help you madam? 刚才我们有了这个标题 大型标题叫 我能帮你忙吗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件事会发生在 会发生在商店里面 And did the woman get what she wanted? 什么叫what she wanted? 什么叫what she wanted? 这句话的问题就是 她想要的东西 what我们把它理解 with the thing that right? So now let's look at this part OK Now here the woman in jeans here in jeans in的后面在衣服边穿着 对不对? 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用借室的安语做什么? 做定理修饰前面的woman 所以我们把它翻为 穿着牛仔裤的woman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stood 站在 站在哪? at the window of expensive shop 还记得什么叫at the window? 是在床户上面 还是在床户旁边? 旁边 我们会说在门边at the door 在窗户边at the window 吃一个习惯用法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人站在窗户旁边 然后来看商店里面的东西 他叫做do window shopping 我们西方有一种购物方式 叫do window shopping 市场体质是西方啊 中国人也一样 特别是像我要看到那种 一看就知道那个牌子一进来 比方说你要看到那个外国进口的牌子 我是绝对不进去 因为我知道进去了之后 我舍不得走还没有钱 所以我就不会进去 那一次我会怎么样呢? 我就会do window shopping 在窗户外面 看一看橱窗里的衣服 在窗户外面 看看橱窗里的衣服 然后看一看 然后再决定你进不进去 对不对? 这就叫do window shopping 虽然我们一般很多女孩子 在逛街都是这么逛 是不是? 当看到橱窗里面 有漂亮衣服的时候 你才进去 否则你进都不会进去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一种购物方式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这位女士怎么样 in james stood at the window of the shop show window of an expensive shop 说在一个昂贵的店的 这个窗户外面 看来这个女士跟我们 有同样的心理 她也不敢随便进去 好 though she hesitated for a moment she finally went in and asked to see the dress which was in the window 好 这句话这么长 怎么来理解呢? though 什么叫do 尽管或者虽然 虽然 she hesitated 虽然她忧郁 忧郁了什么? for a moment 我们到今天不知道注意到一个是什么 没有 就是复价断时间 不一定非要跟完全实态联用 她可以跟一般实态联用 只要这个动词是什么动词就可以 延续性动词就可以 只要这个动词能延续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完全实态 我都可以跟断时间联用 尽管她忧郁了 忧郁了有一会儿 she finally finally 表示时间 时间复时再放在句子中间 她最终怎么样 went in 进去了 and 并且干嘛 ask her to do something 叫请求做模式 ask to do 她为什么没有用其他使用 ask to do ask to do强调这个人 她的这种什么 请求 实际上是一种 这种态度 ask to see the dress 请求要看一下那个衣服 什么样的那件衣服呢 that was in the window here that 指代一个引导一个什么句 定律从句 修饰前面的dress 你去赶快把that 这个句子 我们曾经教大家定律从句 怎么表达 把that从句话下来 指向打一个箭头 指向前面的什么 dress 你要立刻学会这种箭头 以后你看就好看了 你看 这个词是 哦 这个句子是指向她的 修饰她的 我们的修饰符号 在英文当中表达 就是一个箭头指的 好 这个 dress that was in the window the assistant who served her did not like the way she was dressed 这里面我们来看 the assistant who served her who served her 修饰前面的什么 the assistant 修饰前面的这个 这个什么 电源 这个电源 什么样的电源呢 接待她的这个电源 好 主句 did not like the way 不喜欢那种方式 不喜欢哪一种方式 she was dressed 好 这句话出现了 she was dressed 首先这句话里面 我们首先接触 第一个概念 dress 就是这个词的用法 我们表示的是 作为动词表示穿 还记得吗 而且我们还说过 说just这个词 可以做动词用 表示穿 那么穿这个词 到底怎么用呢 我们曾经说 用just sumble just的后面 它往往要加冰语 要加人的 所以我常常会说 给某人穿衣服 它的概念就放为 给某人穿衣服 那因此我们习惯上 会有妈妈给孩子穿衣服 叫mother is dressing her baby 对不对 那个妈妈正在 给孩子穿衣服 那这个东西 要给别人穿 大家还能接受 我们大家最不可以 接受的就是 我穿衣服 我自己给自己穿衣服 那这个时候 英文当中用dress的话 要不然你说 i put on the coat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用dress的话 习惯上会说 i dress myself 他会用这个词 他会用这个词来说 i dress myself 我们汉语就觉得很别人 对不对 他变成了 我给自己穿衣服 我们有同学说 这叫废话 我穿衣服 那当然给自己穿衣服 但英文当中会这么说 i dress myself 那正因为有这个 dress myself 所以我们大家又再来看一下 而英国人自己也会觉得 这么说起来很挪怂 所以他习惯上dress这个词 你看不管怎么说 dress这个词后面 一定需要叫什么 冰语的 所以我们这个词 往往习惯上 他就会把这个冰语 调到巨手 去做主语 而把dress变为什么 被动 现在我们来看看 i dress myself 我穿衣服 我给自己穿衣服 事实上就是 我自己什么穿 就是myself was dressed 我自己背穿衣服 背谁啊 背我自己 对不对 但是我们曾经说过一个概念 就是反身代词 是不能做主语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 那所以我们的myself 要重新归位为人称代词当中的主格 i 所以那句话就变回了 i was dressed 现在明白什么叫she was dressed的吗 什么叫she was dressed 事实上就是他谁给他穿的 不是他背穿 事实上就是他自己穿的 不喜欢什么呢 他自己的穿着方式 好 she was dressed 现在我们就记下来这个概念 就是just这个词 一旦有用的时候 习惯上用主动用被动 被动 就be dressed 如果穿着什么衣服 习惯上有一个短语叫be dressed in 表示穿着什么衣服 穿嘛 就be dressed 然后穿着什么衣服 就be dressed in 所以现在不会说 他穿着牛仔裤 叫做she is dressed in jeans 就够了 she is dressed in jeans 刚才我们说穿着牛仔裤 就用in jeans 是借此短语 现在直接用动词短语 就be dressed in jeans 好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概念 在同一句话当中 我们的主句叫做 didn't like the way 不喜欢那种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呢 she was dressed 那么事实上是不喜欢那种 他穿着打扮的方式 对不对 那按理说这个the way 跟后面这句话应该什么关系 定语从句吧 而我们说定语从句当中 他要加 他也应该加一个引导词 当然我们居然发现 这句话当中没有引导词 而且他发现你引导词 还加不进去 你还不知道是加that好 还是加which好 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请男人在这里面注意好了 我们the way这个词后面 可以直接加从句 而且这个从句就叫定语从句 但是这个从句往往不需要用引导词的 the way的后面这个从句往往不用引导词 直接翻译为什么什么的方式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男人帮我说这句话 他吃饭的方式 我不喜欢他吃饭的样子 事实上就是你不喜欢他吃饭的方式 对不对 I don't like the way 我不喜欢方式 什么方式 she eats 对不对 she eats 他平常吃饭的那个方式 你看 she 竹鱼干嘛 吃饭 eats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不喜欢他吃饭的方式 好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所说的就是 还有所谓的我不喜欢他吃饭的方式 事实上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他吃饭的样子让我很烦 他吃饭的样子老是嘴巴啪啪啪的搭 然后你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烦人 这时候你会说他吃饭的样子让我很烦 你会怎么说 你就会说 annoy 你会用annoy这个词烦恼 对不对 好 那你会怎么说呢 事实上什么 用annoy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说 annoy这个词 肯定他的动词的宾语会是样子还是人 会是人 因为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 以人的这种思维情绪的 往往他的动词的宾语是什么 人吧 所以应该是annoy me 什么东西让我烦 是他吃饭让我烦 还是吃饭的样子让我烦 样子让我烦 所以事实上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 way annoyed me 对不对 那个方式让我烦 什么样的方式让我烦 加一个句子 she eats 结果就变为了 the way she eats annoyed me 哎呀他吃饭的方式让我感到很烦 understand 明白这句话吗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句话当中面临了两个概念 第一 确实这个词一旦出现用在句子当中习惯上用主动被动被动 第二我们只为这个词后面可以直接加一个重句 而这个重句就叫什么机遇呢 叫定义重句 但是这个定义重句不同于其他定义重句 其他定义重句要加什么that which 而且还要在重句当中做成分 但是我们the way后面的这个定义重句 跟他之间有没有引导神连接 不需要 而且这个即使有我们假设一下 即使有that which 在这句话当中有没有作用 也没有作用 但是在英文当中他就称他为定义重句 也没有办法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就记下the way属于什么结构 特殊结构 好 特殊结构 所以那么下面我们请大家帮我翻这句话 叫做 我做饭 我做饭 怎么说 I cooked I cooked 对不对 我做什么饭呢 我用这种方式做饭 I cooked in the way 对不对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你教给我的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你教我的方式 I cooked in the way you 什么me you taught me you taught me 就可以了 中间的that不要 原因是什么 反正这个way后面可以直接在进语重句 不需要这样连接词 对不对 好 就是I cooked in the way 什么样的the way you taught me 就往下看 那么今天我们来 底下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把它看一下 叫做 叫做什么her glancing at her scounfully he told her that the dress the dress 怎么样 was sold he are glancing at her scounfully who glanced at her who the assistant 就是那个店员 对不对 glanced at her scounfully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ing 做什么语 做状语 放在一个句的话 是嫌做状语的 跟谁是共用一个主语 跟主句 共用一个主语 而且这句话 最明显的特认 他不会有必动词 这样的概念 不管他是主动 还是被动 他都没有必动词 叫glancing at her scounfully he told her 他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 that 丁语重句 对不对 告诉他什么 the dress was sold 告诉他衣服被卖了 那这样我们都会知道 衣服被卖了 为什么还会挂在窗子上 衣服被卖了 为什么还会挂在窗子上 这就是西方的另外一种购物方式 叫order something 就订购 我们在中国的购物方式叫做 叫做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外国的他这种购物方式 他可以order 我看中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没带购钱 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家里面订购他 就表示这个衣服我要了 然后我会把钱输入你的账号 你把衣服给我留下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的衣服可能还挂在窗户上 但是呢 这个东西怎么样 市场这个东西已经卖掉了 好 那然后他说的是 and he told he told me that the dress was sold 本身说这个dress was sold 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在了前面一个 gouncing at her scons 很轻视的看了一眼 然后告诉他这个东西被卖了 那给人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本身这个东西 如果你还天洗地的 告诉我这东西被卖了还好一点 问题你轻视的看了我一眼 再说卖了 这样我会不会相信 就不会相信了 好 现在我们的问题出现 他为什么会 gloss at her scons 一个店员为什么会gloss at the customer's scons 为什么会很藐视一个顾客呢 就是因为 didn't like the way she dressed 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他的穿着方式 而是因为他穿了什么 in jeans 穿了牛仔裤他为什么不喜欢 事实上不是他喜不喜欢 而是在于这个店员从他的打扮当中认为这个人怎么样 not rich 认为这个人没钱 他就是这个个人 所以他不愿意买给他 因为我们有个前提叫expensive shop 对不对 这个商店东西可贵了 就像我们中国人更傻 中国人外国人还gloss at her scons 中国人更傻 常常有一种很让你不舒服的口气 会说这个东西可是要多少钱的 对不对 我们在家常常有的时候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问他 这衣服怎么卖 他可是要20块钱的 你现在都让你觉得哇我连20块钱都付不起了 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 好 那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在这边就得知另外一个阶段 in jeans 穿牛仔裤 穿牛仔裤这个表达方式 事实上就表示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不是很有钱的人 因为有钱人会怎么打扮 就是有钱人一般会穿 会穿 dress 对不对 会穿长裙子 会我们还曾经跟他说 他会带什么包 hand bag 对不对 然后他会甚至会带着一个 with a harbago 是不是 他会带一个小哈巴狗牵着跑 所以呢 这样子 一个人你想想 他就穿了一个jins 很随意的打扮 这种panel 这种很随意的打扮 给人感觉他就不是很富有 所以 所以呢 这样子就导致了 这个人会look at her scones 会非常心事的看着他 那因此我们来看看 这个人就要反击 the woman the woman 我们来看看 这个woman的反应是什么 一起continue the woman walked out of the shop angrily and decided to punish the assistant next day 好 然后他说 这个 这个 decided to punish the assistant next day 说这个人 然后很恼火的走出去 并且决定要惩罚一下 这个人 什么时候惩罚他 next day 第二天 好 那么第二天 接着我们再来往后看 他说 she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第二天就会回来 she returned to the shop the following morning 他第二天就回来了 怎么样的回来的呢 dressed in a fur coat ok tell me 为什么用dressed in a fur coat